十二題,陳陳建立許多的實驗如夏表所示,問我有哪些是屬於化學變化? 那我們知道,這個所謂的鐵金生鏽呢,就是氧化作用,所以呢,鉀呢,是屬於化學變化 方糖溶於水,我們國中通常把溶解當作物理變化,而且實際上方糖溶於水確確實實就是物理變化 那麼,比牛奶變酸,照身體氧化掉,水餅也是屬於化學變化 蠟燭燃燒,燃燒也就是劇烈的氧化作用,所以呢,丁呢,也是所謂的化學變化 開水沸騰是屬於三態變化,物理變化 乾冰昇華也是三態變化,也是物理分化 葡萄釀酒,從葡萄糖變成葡萄酒,變成酒精,這個是化學變化 血融化,融化也是三態變化,所以也是所謂的物理變化 瓦斯爆炸,劇烈的氧化叫做燃燒,劇烈的燃燒叫做爆炸 所以爆炸呢,也是一個化學變化 所以我們會看到呢,屬於化學的變化呢,有甲、餅、丁、根、人 因此呢,我們的答案呢,就選擇了是B 甲、餅、丁、根、人是屬於化學變化